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古论经》华正英 当代民众对于中药普遍有一些迷思 比如认为中药温和没有副作用 有病治病 没病还可以强生 或者认为中药的药效太慢了 无法有效的治疗疾病 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相信中医药 到底什么才是对中药的正确认识呢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运用中药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呢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中华黄庭医学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全生中医诊所院长的陈朝龙中医师 来为我们做一个详尽的说明 陈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医师啊 我们常常听到周遭的朋友 特别是年纪大的长辈说中药是纯天然的 没有副作用 所以就算是吃多了 吃错了也没有关系 是这样吗 其实这样讲是有点以偏概全 当然中药的成分绝对是天然的这些矿物 植物甚至一些动物的组成来的 是没有错的 那既然是药呢 是药三分毒 它一定有它的这个主要的公用组织之外呢 相对的有一些副作用 那不能说完全没有副作用 只是说它的副作用相对于现代的合成的西药 会少了一些 即使是从天然中来得取的 也是会有它的副作用 是 那这些副作用呢 我们可以经由这个医师的指示 处方 还有呢 在药的制造过程的炮制 让这些毒性来减轻 那我们真的要用的这个药性的作用呢 增强 那毒性或是我们的副作用怎么样来减轻 就是我们中医中药的炮制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在炮制上也很有讲究 对 它可以决定了这个药性的大小 是 是我记得好像人参也是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好的补品 可是用错了好像也会对身体不利 对 那人参我们分红参跟白参 白参就是我们所谓的干晒参就把它晒好 那红参是经过煎煮过蒸过了 再晒过了 那当然这个药性就不太一样 那你如果只是一般的这个补气的话就用白参 那你需要一些温补的这些用法的话 那用红参补气的效果更强 那当然也会引起一些燥热的一些副作用 那所以这医师在处方的时候就会特别来注明 虽然它是一个补的 对人身体好 可是吃错了季节啊 吃错了这个身体体质不适合的话 也是会危害到身体健康 还有这个剂量的问题 中药的不传之名在于剂量 你要的这个用量多寡 它决定它的药效之外 跟副作用也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讲当规就好了 当规我们一般在用大概两钱左右 三钱左右 那在我们用的这个生化它里面 它会用到八钱 用八钱 差那么多 用到八钱 为什么呢 那它当然就是它的 所要取得的药效不一样 我们这个两三钱的时候 它有一点养血 要补血的作用 那那个八钱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它需要的 就是要让它活血的力量增强 但甚至呢 吃了会拉肚子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主要的作用是来补血活血 那它的副作用就是 它会让你拉肚子 所以在使用上 你就知道 有没有需要特别去注意到的 所以说在剂量上调整 是因为根据患者的体质状况 像生产过后 血湿的太多了 所以剂量会加大 平时加这么大 可能对身体就不好了 过忧不急嘛 所以剂量是大有学问的 那对于中药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中药这个疗效太慢了 没办法记质疾病 来不及治 只能作为保养之用 那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当然治疗疾病有分慢性病跟急性病 那中药在传统用法上也有很多是在用在急救方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视力汤 我们叫独身汤 这些是在人在危急的时候 灌中药给他中药的这个大量的服用 它其实有起死回生的这个效果 也是在用在古代中药的急救 当然跟现代医学的这些急救的方法比起来 还是稍微有闲慢一点 但是中药在疗效上 就是长时间的这个使用上 是比较不像西药副作用那么大 而且这些天然的东西 它经过我们炮制之后 剂量的控制之后 对于整个身体的保养调养 甚至治疗慢性病的治疗都有一定的疗效 中药其实也可以救急 在紧急的状况救命用的 是在历史上有记载 那现在的人都以为是 只有西医的方法可以救急 中医只能调养 但是中医其实既可以治病 也可以调养 病的这个急跟慢 有时候这个认定上是 没有办法很具体 当然比如说 现代医学他们用的一些 麻醉手术的方式 它当然效果很好 那我们中医在这一块 是比较劝缺的 那这个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 看疾病的认定 而不是说 这个只是在快慢 这两个字在做一些比较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综合的去看这个东西 不要从某一个角度去钻牛角尖 是 那当然了我们中医都讲究药食同源 那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他把药膳 其实就是食材和药材 都放在一起炖煮 起到这样一个调养身体的作用 那有些人说 那其实药材它也可以当作食材 长期这样服用来养生 是 那是这样吗 好 那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之前我们这个红枣 在台湾盛产 那有人说 这个红枣到底是食材还是药材 那当然你用在这个 我们中药的方剂里面 它就是药材 如果我们拿来当水果吃 这就是食材 这就是食材 或者说我们这个煮一点药膳 放几个红枣 那就是食材 那差在哪里 差在说你用的剂量的大小 还有你有没有长时间吃 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再讲另外 龙眼肝也是一样 龙眼肉 龙眼肉你吃太多 一定会流鼻血 会口干舌燥 但是呢 在有一些补养药 我们就很出名的 叫龟皮汤里面 它是治疗失眠的 治疗补血的 那加一点龙眼肉呢 效果很好 但是这个药也不能长期吃 用药就是适可而止 重病急止 不能毫无目的的 当成这个三餐这样子 当然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食材和药材呢 不是完全化等号的 有时候它可以起这个作用 但是不能把药材呢 来替代食材这样长期使用 对 可是你也有讲过一些药材 它又是食材又是药材 那对于这部分的食材或者药材呢 我们怎么在时间上啊 或者剂量上拿捏呢 当然生病就是吃药 那你要为了要增加你口感 为了好吃 加一点中药在我们的这个膳食里面 是可以提味 而且对身体有帮忙 但是呢 也不能毫无节制的 放了太多 因为毕竟它还是有药性的 那你放了太多 我们刚刚讲 你这个龙眼肉放太多啊 这个红枣这些 不要糖分高的东西放太多 它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这个 让你变得肥胖 还有呢 会口干舌燥 会上火 这样就不太好了 所以还是要 还是要经过那个 专门的人的指导 比如说医师 甚至中药行熟的这个老板 这些经过训练的人的指导 再来使用这些中药材 是最好的 所以在时间上啊 尽量上都要做一个拿捏 是 适可而止 是 所以有的人贪食嘛 喜欢某一样食物一直吃 其实这些对身体都是不好的 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等一下 您刚刚有提到 有些食材药材药 食用多了 可能会有燥热的情形 那我们也常听到说 寄生冷这样的说法 那是不是所有的药材呢 它都会有一个寒啊热啊 这样一个属性的区别呢 对 所有的药材我们都给它分为 寒热温凉 还有平性 那这个我们在中药的术语叫做士气 就是这寒热温凉 那寒跟热呢 主要就是比较极端的 最寒的 我们常用的中药 比如说大黄 黄莲 龙丹草 这是常听到的 那热的呢 大概就是 干姜 肉桂 腹脂 这三个药 大概是最常用 讲到的温热的药 是 那这个热的 是不是对于那个 大病久遇的那种 人才要这样用热补的方法呢 当然就是 我们也要看 有一种是已经气虚了 太寒冷的 我们叫做阳虚症的 当然用一些温热的药 来做一些治疗 那有时候这些温热药 也只是短暂的使用 也不能一直补它 那相对的 寒药也是一样 比如这个人火气太大了 已经这个 眼睛都红了 便秘 很严重 甚至流鼻血 出血 严重的出血 我们有一些寒药 但是 一定要记得 医师就是能够 见病即止 做正确的诊断 我们叫做辩证论治之后 才能用药 而不是说 这个 张三给你的药方 理事给你的药方 说 这个某某人 我吃得不错 你也吃吃看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 中医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个寒的 也是在那个 灶热的 极度的状况下 才使用 如果这个降下来了 就不再又使用了 对 是 那还有温和凉 温和凉就是 温就是没有那么的热 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干温的药 比如说我们刚讲的 这个龙眼干 红枣 这个都是 比较干温的药 那这些药呢 你可以在平常的药膳里面放 那我们在处方的时候 也会来 比如说来调肠胃啊 补血都可以来用 但是也不适合 一直在使用 那因为人的体质 因为你的饮食 跟你的居住的环境 还有你体力的消耗 会有一些变化 一是要根据这样来使用 所以即使是这个温啊 凉啊 也是要看状况来调整的 对 这是四气 那还分五味 五味 就是我们以五形来分 就是五个味道 就是我们中文讲 酸苦 甘辛咸 它跟这个每个脏腑 我们叫做露它的脏腑 会有一些搭配 比如说酸味的会露甘 那什么是酸味呢 一般我们在食材里面用到的 比如说醋啊 乌梅啊 梅子 这个我们都希望 它会走我们的精入 我们叫露精 中文讲露精 会露肝精 露肝脏 那熬夜肝不好的人 就是多吃点醋的料理 是不是就会好 也不一定是这样 它只是说 把这个药引进到肝精里面 它不见得这个 你熬夜啊 就可以吃这些 这伤肝之后就用醋 用这个污霉 不见得是这样 比如说它是干火旺 那我们用一点浓感蟹肝汤 用点小柴胡汤之类的 那边有黄芹啊 有龙胆草这些凉的药 去降肝火 但是比如说 它用一点酸的东西 把它引入这个肝精 我们叫做药引药引 所以民众不要去道听途说 看到了自己就去做 其实不一定要通过 医师的辩证论治 还有苦味 苦味入心 苦味入心 那这跟季节比较有关系 都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容易上火 那我们希望它吃一点这个 有一点苦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莲子心来泡茶 莲子蕊 莲子心来泡茶 或是我们吃一点苦瓜 或者称为凉瓜 让苦入心 那因为夏天呢 我们容易怎么样 心烦气躁 对 易怒 火气大 我们做新火台话 用一点带有苦味的东西 让它来有一点蟹酱 有一点清火的这个效果 这样的效果是不错的 是 怪不得夏天呢 产苦味的东西比较多 对 这是来叫你的新火的 那甘露皮呢 甘露皮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龙眼肝啊 这个红枣肉啊 比如说甘草啊 甜一点的 它有补益的作用 有缓和的作用 缓和就是它会止痛 但是在我们中医讲 中满症要记之 中满的意思是 中胶它太过于这个满了 就是它会脏了 不止痛的时候 你要适度的要减量 甚至不能使用 这个叫禁忌症 所以也不能吃太多 再来呢 心露肺 就是我们肺经的一些 感冒的一些疾病啊 跟我们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呢 我们会用一些 露肺经的药 比如说葱啊 姜啊 蒜啊 白纸啊 心泥啊 这个都是露肺经 甚至我们用的这个麻黄 叫做发表 它就是 这些药呢 都是我们叫露肺经的药 它有发散 有宣通的药 但这东西有点辛辣味 吃多了反而会伤到眼睛 有时候会肠胃也不太舒服 所以也要做一些 我们叫做配武 不能这个单位药 用太久 这个都会造成其他的副作用 还有呢 咸露肾 咸露肾 都是这些药呢 用来我们叫软肩散减 一般古时候 我们讲这个有这个阴友 有结合啊 就是药来搭配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 比如昆布 海藻 这一类的东西 都是用来这个软肩散解 那也讲这个东西 露肾 你对这个 知肾阴或是补肾阳 都有一些帮忙 一般人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常有禁忌的 就是说 比如说冰的东西 尤其在服装的时候 我们冰的东西少吃 第二个呢 竹笋 竹笋也是一个 竹笋它对肠胃不好 第二个它容易过敏 有些它是一个很大的过敏源 再来糯米 糯米也是它比较粘滞 有些肠胃不好 它消化不好 它吃了会不容易消化 那辣椒也是 辣椒它过于辛辣 有时候这个会影响药性 那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说 你这个跟其他药物或茶 在服用上会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尽量再隔了一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以上 那当然我们在开药 给患者吃的同时 我们会给他说 那这个药是要饭前吃 还是饭后吃 是 那中药的想法跟西药 就不太一样 西药有一些是因为 这个跟消化系统 或者说它是跟食物的某些特性 它做了一些想法 那中药呢 又的想法是说 如果你病在下胶 就是在肠胃道以下的 比如生殖泌尿系统的 还有这个大肠的问题的 你要饭前吃 让它药能够入下胶 那如果处于感冒方面的 上胶的 中上胶的这个疾病 我们要饭后才吃 让它一熬的留在这个上胶 这样哦 那也是根据病情来决定 你是饭前还是饭后吃 中医的学问真是博大精深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陈医师啊 我们制作单位呢 为观众朋友汇总了一些 服用中药会常见的一些问题啦 比如说像四物汤 转骨方这些民间广为流传的补样 我们是不是自己购买就好了 当然这个四物汤跟转骨方 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温补的东西 温补的这个药性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也是要看看本身的体质 对不对 那我知道很多女孩子吃了四物汤之后 很满脸的青春痘 口干舌燥 甚至也会流鼻血 所以你在用药之前呢 最好还是经过这个中医师的诊断 那再来喝 那它可以利用这个原油的处方呢 再做一些加减 比如说加一些织母黄骨 让它凉一点啊 甚至这个熟地改成生地啊 甚至里面的这个成分的剂量 做了一些修正 你再来吃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所以说外面卖的这些成品啊 它都是有固定的剂量在那边了 没有办法根据我们个人的体质来做加减调整 对对对 现在有很多外面的一些厂商 它做的已经是都已经包好的 或者说它已经经过这个药厂制作好的一个成方 这个都需要再 最好有经过专家在指导过 再来服用 那专家可以再经由它原来的处方呢 再做加减 那这个是我们希望一般的民众要注意这一点 是 那转骨方呢 那转骨方也是 转骨我们在中医讲叫做占育 那其实以前的这个农业的时代 它比较营养的补充比较不及啊 而且对食物的一些管制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常有一些营养不良的现象 那在这个青少年要变成成年这个 这个转型期这个阶段会营养不了 那才常常需要这个转骨方来帮忙 那现代的小孩啊 大概有的营养过剩 反而不要给他太早吃这个转骨方 那我们建议的大概是在十岁以上 才来吃这个转骨方 因为这个时候的 它的生长数据是最快 这个时候轻轻给它做一点调整 助力 护许它一下 它会长得很好 但是呢 这些药都是还是属于补医药 我们中医讲的补医药 那有些呢 甚至会有一些 加了一些荷尔蒙的一些中药在里面 就是说比较动物型的中药在里面 我们不希望这个小孩子太早吃 那也有因为现在小孩呢 他上课啊 熬夜啊 读书啊 他花了很多精神 有一些这个青春就长很多啦 甚至有这个痔瘡啊 有便秘的现象啊 你这些补医药 要适度的用 那比如说 药的这个服用的频率 还有是不是要 斟酌一些其他的中药 比如说用一些这个黄年解毒汤啊 用一些龙胆蟹干汤啊 他平常的时候做一些调整 就是给他做一些治疗性的 那这个占育的方面当然可以用 只是说这个剂量上要做一些调整 是 我们中国人呢 就真的很喜欢口耳相传 我吃了啊 很有效啊 就很热心的 对吧 就是介绍给青鸿好友 那大家 那我也来吃 吃了以后呢 那像这样 别人吃了有效的药方 真的对我也是有效吗 那当然是不一定啦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先天的体质 还有你后天生长的环境 还有呢 你这个每天的作息 这个都不太一样 造成的这个体质绝对不一样 一样是拉肚子好了 一样是这个腹瘸 有在中医讲讲 有分含蟹跟热蟹 它感染性的就是属于中医的热的一个蟹 那含的呢 就是机能不足的 那用药的方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这个补肾饱肝 可以说现在人呢 补肾饱肝好像成了一个国民药 经常都在吃 当饭吃 那像这样的药物可以长期的服用吗 当然我们先讲补肾 补肾的意思是说 在机能退化的那一段 我们中医讲的肾 有包括先天的遗传 那肾气弱的就是说 这个人的元气比较虚了 它的这个老化的开始 我们就需要补肾 那么呢 补肾你可以比较 大部分的我们会 会吃的比较长一点 但是还是要看体质 因为有的人是我们讲 中医讲阳虚跟阴虚 两个方向是不一样 一个是属于要温热的药 一个是要寒的药 那也有比较安全的 平补平血 比如说六位地方玩 它就是比较平的药 那还是要给医师看过 那吃了药之后 它体质还是会变化 你不要说 我这个吃药 一吃就是半年一年 这个可能会带来其他副作用 你不知道 用药的越用身体就越差 这个是补肾的部分 那保肝的部分呢 其实肝的部分 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肝火太旺 肝羊上抗型的 那这些药都是泄火的药 那泄火也不准一直泄 太泄的会虚 所以你说能不能长期吃呢 当然不行 当然也要经过这个专家的指点 那如果说有人说 那我喝喝青草茶可不可以 可以 这些喝一些青草茶 做一些调养 但是也不能整一年到头这样喝 所以是不是能够长期服用 我们的看法是不太适应的 那还有近年来很流行很夯的 这个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到底该不该吃 要怎么吃呢 保健食品大部分都是讲说 天然之后然后再萃取 那如果站在最好的方法 是应该是说 纯天然的东西 不要再经过制造再萃取 每一次的加工 可能就每一次流失掉一点营养成分 能够用自然的方法来吃是最好的 那很多保健食品说可以治百病 其实治百病就是不治病 放个角度来感觉 你可以治百病因为它是不治病 你不如从营养的角度去看 均衡的摄取 对身体就有帮忙 是 在节目的最后呢 请陈医师再给我们 要服用中药方面 给观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和叮咛 好 那中药呢 就是药 药就有三分毒 所以在使用上呢 还是要注意它的副作用 不能一昧的 没有这个节制的 长期服用同一种中药 那如果要这样子服用的话 一定要经过医师的指导 才能随时观察自己的状况 来做一些调整 还不至于没有补到身体 反而害到的身体 爱之反而害之那就不好了 是 今天非常感谢陈医师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